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年如生摇摇头回答道 冷凶说得头头是道 我却更有一些不信了 大汉一翻白眼没有好气地说 哦 那洛兄要不要和小弟打个赌啊 中年道士微笑着反问了一句 你小子想赌什么 大汉浓眉一挑流露出了几分警惕之色 就这一次你我出手的报酬你看怎么样啊 这一次这笔生意报酬也算丰厚了 否则我们几个也不会出现在此地的呀 冷凶打得倒是如意算盘的 这个赌不会和你打的 要是换个赌法的话 洛某倒是有些兴趣 浓眉大汉把头摇得跟波愣鼓似的 并且眼珠一瞪说道 那 那洛道友到底想赌什么呀 中年道士嘴角微微一翘 要赌啊 就赌你我谁先击败这次目标 你干怎么样啊 大汉眼珠一转 哎呀 洛某 赌问神通远不及道友 我看这个赌 扑他也罢 哎 冷凶何必拒绝得如此之早 说不定啊 我的对手恰好比你要对付的情上取毒呢 大汉大嘴一脸 冷凶做事从来只信自己 而不信运气的呀 倒是轻描淡写的回了一句 哼 和你一起在店中修炼这么多年了 你这个家伙呀 还是这般无趣 从来呢只做有把握的事情 丝毫显都不愿貌啊 大汉的再次摇头 流露出了一副十分无聊的表情 中年道士听了这话 微微一笑 正想再说什么 忽然双目一亮 目光刷的一下子 望向了广场正徐徐落下的一艘黑色飞钟 不错 就是这件飞行魔器 和传过来的图像 一般无二啊 对面坐着的大汉 也一下子兴奋的站了起来 双手一捏拳头 一阵霹雳啪啦的爆响传冲 诶 路道友 不必着急 既然我们发现了目标 任务自然是要完成的 但是在镇上动手有些不便 等他们离开之后 再出手也不急 在此期间 先让追影虫盯着他们就可以了 中年道士开口劝阻 随后一根手指微微一弹 嗖的一声啊 一脸绿光从指尖寒舍而出 晃动之下 就此在附近空中消失不见 好 就听冷凶之言 就是不知道这次的目标 是否真有魔尊级别的修为啊 若是的话 正好可以试试 我心进领悟的一门大神通啊 大汉一阵怪笑 听话的重新坐回了位置 路道友啊 还是不要太小瞧了 我们这次的目标 既然有人啃出如此高的报酬 请我们寿尊殿长老出手一次 可见呢 这次的目标并不简单的 可别因大意弄得灰头土脸 那可就难看了呀 大汉听了此话 黑黑一笑 脸上的满是不在乎的表情 明显根本就没有听进同伴的话 中年道士见此情形呢 只能苦笑一声 摇摇头 把目光再次往那次 稳稳停在了广场上的黑色非洲望去 只见非洲啊 默然之间爆发出了一团刺目的黑芒 一个模糊过后 竟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 原先的低空处则凭空多出了一男一女 两名看似极为年轻的男女出来 中年道士双目淡淡紫芒一闪 仔细打亮了两人几眼 眉头的微微一皱 献出了一丝疑惑 哼 有些意思 这两个人 一个故意掩饰了修为 一个则根本没有办法看出修为境界 果真值得我们亲自出来这一号啊 大汉也在看清楚从非洲上下来的两人之后 有些诧异的喃喃了几句 脸上的轻松模样 一下子荡然无存 这两个人不简单啊 看来只能用第二套计划了 中年道士沉浸了一下 那个女的也就算了 虽然用法术演示了修为 但是在你我的眼中 仍然一眼就看出来 只是一名普通的魔尊 倒是那个男的 有些深不可测 先让我试试他真正的修为再说吧 浓眉大汉眼珠微转 仍然有些跃跃欲试 嗯 这样也好 那女的呢 就先交给我来应付 不过千万注意一下分寸 别真的打出火来 中年道士沉阴了一下 竟然没有反对 大汉点了一下头 脸上闪过了一丝争鸣 那广场上的一对男女 自然就是从幻孝沙漠边缘 和龙家劳族等人分手的 韩丽和鱼少女 此刻呢 韩丽似乎有所感应的 也朝酒楼的方向扫了眼 并流露出了一丝 若有所思的表情 其他的楼层还好 可以清楚地看到 有十几名魔人在楼中交谈吃酒 但是呢 中年道士二人所在的一层 却被布下了玄妙至极的尽致 韩丽灵目和神念 竟一时之间 没有办法侵入其中 韩丽目光微闪 脸色微微一沉 怎么 韩兄有什么发现吗 鱼少女发现了 韩丽的异状 连忙奇怪地问道 好像有人对我们特别关注 还修为不低 韩丽目光一收 缓缓地说道 哦 难道 这个小镇上 也有魔尊级别的存在吗 鱼少女文言 为之一乐 这也难怪啊 以这座小镇的规模 出现魔族 魔尊的可能性 的确不太高 也许吧 若真是冲我们来的 总会有迹可循的 韩丽神色 恢复了平静 韩兄这么一说 小妹心中也 隐隐有些不安的感觉 难道真的有人盯上了你我吗 鱼少女思量了一下 顺着韩丽刚才的目光 也朝那酒楼扫了两眼 等他发现 神殿被酒楼那一层禁制 阻挡了以后 魔光同样冷了几分下来 算了吧 是否真冲我们来的 还不一定呢 还是赶紧地在镇上 补充一些青魔精吧 这非洲虽然说顿速不错 但是对此种魔精的消耗 未免太多了一些啊 也好 等收购好足够的魔精之后 我等立刻就离开此地 说才惭愧啊 小妹也是第一次动用此魔器 未曾料到这种材料 会消耗如此之大 怪不得呢 当初卖给我的那名魔族 开的价格并不太高 原来这魔器并不太实用 亨利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 他手中也并没有比少女手中 更合适的飞行魔器 否则的话 这个小镇倒不一定非要停留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下面 韩利二人不再迟疑 向广场附近的某条布满了商铺的街道 走了过去 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两个人就在一家较大的店铺当中 买到了足够数量的青魔精 一出电门之后 当即将非洲一放而出 立刻催动腾空飞走 同一时间 那一层被禁至遮蔽的酒楼中 靠近窗口的桌上 两只酒杯和一只酒壶依然如旧 但是原本坐在桌旁的大汉和道士 却空空如也 不见了踪影了 数个时辰过后 离小镇百万里之远的一片山头上 黑色非洲停了下来 悬浮在了虚空 数十丈远的地方 浓眉大汉和中年道士 大不大样的拦在了前头 一个面露兴奋之色 一个呢 则是神色淡然 而十余丈长的黑色非洲前端 寒厉和于少女不知道什么时候现出身形 并面无表情的打亮着对面的两名魔人 二位拦住去路 不知有何指教啊 寒厉目光一闪 率先开口说道 没什么 我二人见二位道友仪表非凡 一时手痒 想向二位切磋一下功法神通 还望不令赐教啊 中年道士面不改色的说出了 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的理由 阁下确定自己没有说错话吗 拦住我们 只是想切磋功法吗 没错 这位仙子虽然说压抑了自己的气息 但是原本境界应该不止区区的练须吧 频道不裁也已经进阶魔尊有一段时间了 我二人切磋一下 说不定还能各有所得 至于说仙子旁边的这位道友 我同伴恰好也对他有些兴趣啊 先对方绝口不提缘由 一副不打也得打的口气 于少女脸色一片冰寒 并下意识地看了寒了一眼 一开始在镇上就盯上我二人的 也是二位道友吧 杭利平静地问了一句 并忽然一条手臂一动 朝背后闪电般虚空一抓 然后将手掌往身前处五指一分 一张而开 在手心中的赫然有一只豆粒大小的绿色的灵虫 身体忽闪忽现 呈现出半透明的诡异模样 一听杭利之言再一见此景 中年道士目中啊 金光微微一闪 并打了个哈去说道 看来这位道友还真是神通了得呀 小道之所以会如此做 也是怕跟丢了二位道友而已 阁下仅凭一番口是心非的话 就想让我二人和你动手 不觉得太儿戏了吗 杭利脸上煞气一闪 手心中红光一亮 一团赤红火焰一冒而冲 将那只灵虫瞬间化为了灰烬 这个啊 这个恐怕有不得你们了 浓眉大汉 双目盯着寒利 口中却发出了一声怪笑 于少女呢 脸色一变 就要娇齿一声说些什么 但是寒利却猛然一摆手 制止了他下面的话 反而冷冷地继续说道 动手切磋嘛 也不是不可以 但你们若是输了 就将真正的原由讲出来 否则你们一旦真比我二人动手 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 一听寒利此言呢 不光中年道士脸上一灵 那看似粗鲁的大汉 也是为之神色一变 从寒利身上隐隐散发的煞气 他二人自然能分辨出刚才之言的真假呀 好啊 二位道友若真有本事击败我二人 贫道就将原由如实相告 中年道士道也果断异常 略以思量 就立刻一口答应了下来 好吧 那在下就亲自领教一下 二位道友的神通了 叶仙子 你帮我先在一旁撂阵吧 航利文言神色一缓 直接回头冲于少女说了一句 韩兄弟 少女听了一愣 大感意外想要开口说什么 但就在这个时候 耳中却传来了韩利悄然的传音 叶仙子呀 你主秀的功法没有魔道全通 这两个人来历十分可疑 一会儿真要动手的话 反可能会暴露了你的底气 这二人就交给我一人打发了吧 好吧 那就有劳韩兄了 于少女文听此言 神色连变 最终呢 还是有些迟疑的点了点头 并同时向后退了几步 韩利毕竟有过斩杀一名圣祖化身的记录 并且在幻孝沙漠还展示过一次惊人至极的大神通 这让此位叶佳女修 自然说对韩利大有信心 韩利轻吐了一口气 将凡圣真魔宫为之一提 顿时足下精纯的魔器一冒而出 竟幻化成了一朵黑云呢 将其身形一拖 向高空一飘而去 那浓眉大汉见此一声狂笑 身形的也骤人之间化为了一团黄光 向高处击射而走 转眼之间 二人就到了离地面数千丈的虚空当中 并面对面的隔空遥望 韩利单手呢 往脑后一摸 瞬间一片金光一散而出 在一宁之下 立刻幻化出了一个三头六臂的金灿灿的法相 所有食欲量高 体表呢 遍布着黑色的魔纹 显得是争鸣异常啊 你一个人不是我的对手 让你的同伴一起上吧 韩利双目一眯眈眈的说道 心中可是法觉一催 刹那之间 方圆树立之内的魔器都为之一颤呢 法相六条粗大的手臂 虚空一挥 刺耳的肩鸣爆发而出 手中金光一闪之下 经各自献出了锤 杖 剪等六件沉重一场的金色的宝物 同时呢 三颗头颅眉宇之间黑气一冒 也献出了第三只漆黑魔木 里面呢 发出了痴痴的 诡异的黑芒 这个时候 韩利原本的合体后期的气息 再也没有任何的掩饰 心头一抖之下 恐怖的灵牙气势汹汹的 冲对面的大汉一牙而去 以韩利远超同阶被洗的可怕的行为 外加繁盛真魔宫的加持 这股气势之强啊 几乎让对面的大汉稍一感应之下 立刻脸色大变的倒吹出了十几辆远去 慌忙的也将自身气息一发而出 竟然是一名合体中期的魔尊 但是 他的气息呀 古怪至极 竟夹带着丝丝的银芒 大汉心中 悍然之下 急忙冲下方中年道士大叫了一声 此人神通深不可测 我一个人恐怕不是对手 冷凶也一体上吧 说完这话 这浓眉大汉一声怒吼啊 这头后的小辫竟然一根根的 笔直的竖了起来 同时单手一掐绝 体表的肌肤骤人之间变得荧光灿灿 整个人仿佛是纯银打造的一般呢 同时大汉脸孔一阵扭曲 鼻子竟一下子突出了一大截 并变得阴损一般的尖利无比 同时呢 头颅上生出了一根根的银色的淋雨出来 数画之体 原来二位是画形寿孙出身啊 杭利目睹此景脱口而出 脸上献出了感兴趣的表情 以魔界比灵界的恶劣的环境 画形魔兽修成的魔孙者 自然远比普通的同阶的妖秀 还要强大得多 更不是一般的魔人可比的 怪不得他们胆敢轻易的拦截 其他的魔族尊者呢 下边的中年倒是看到 杭利放出的可怕的气息 脸色一沉 其那一阵霹雳啪啦的暴响过后 身躯一掌却幻化成了一个虎头人身的魔物 略闪动之下就诡异的出现在了大汉身旁 阁下果然不同凡响 怪不得这般胸有成竹啊 我二人本体的确是魔兽之身 但道友修为深不可测 说不得二人只有联手和道友一战 不过道友放心 此战无论胜负 频道都会将此事缘由如实相告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366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66回 听完了中年倒是的话 杭利微微一笑 在下多谢了 但是现在先请二位赐教一下 说着他手中的法觉已催啊 背后的金色魔像 六条手臂一动 顺时六剑其中的兵刃 是一阵嗡鸣啊 一晃之下 分别从上面冲出了一道金光出来 六道金光在前方一盒之下 竟融藏了一道十几丈高的金色的光浪 一个卷动之下就冲两名魔物气势汹汹的一压而来 这巨浪尚未真卷到二魔 附近的虚空就是一阵嗡鸣啊 仿佛小半的空间都要被这金光一压而塌 来得好 龙眉大汗是一声怪叫啊 两手一握拳 对着了金色巨浪 猛然连环击出 两声爆鸣是爆发而出 银子的拳后击出的瞬间 银芒大放 竟晃化成了两团车轮般大小的银色的光韵 狠狠地撞到了金色巨浪之上 发出了惊人的轰鸣之声 金银光辖交织之间 半截金浪和两团银韵一闪溃散而灭 后半截金色波浪 却毫不客气地继续冲着大汉迎头一卷而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 站在大汉旁边的中年道士却一张口一团绿燕一喷而出 扑斥一声 绿燕迎风狂战十几战高 并化为了一疆绿色的火虎 微风凛凛的一扑而下 两只火爪一阵狂舞之下 竟将半截金浪撕裂个粉碎 然后再一窗 重新跳回到了中年道士的头顶 仅仿佛有灵智一般 哈 道友有什么压箱底的神通 尽管使出来就是 这点试探之举在我二人联手之下 根本不值一提 还是不要再浪费什么时间了 浓眉大汉狂笑一声说道 中年道士所化虎形魔兽 目中一攻一闪 并没有开口阻止同伴 也好 二位道友既然献出了真身 那在下就动用真正的神通一招定胜负了 韩丽神色不变 微微点了一下头 好啊 那就接一下 就在虚空中顿入了无影无踪 下一刻呢 韩丽上面高空中 吱吱吱吱吱不断 无数的剑光 击射而出 交织闪烁之下 隐约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剑山虚影 将韩丽为中心的里许大的地方 全都笼罩在旗下 看起来那是可怕至极 至于说那名中年道士所化的虎首魔物 则二话不说的一声低笑 头顶趴伏的绿燕火虎啊 身躯一下子狂胀十倍以上 化为了一头百余丈长的庞然大物 并仰头冲含吱所在张口一喷 轰隆一声巨显啊 一道一人粗细绿色光柱 发出了刺耳尖鸣 从巨虎的口中喷射而出 并一个闪动之下 划泡了虚空到了韩丽面前 声势之大 仿佛呢 可以将一切都积得飞灰泯灭 韩丽瞳咒然之间一缩呀 手足未动一向 背后的繁盛魔像眉宇之间的第三只魔木 却呲一声 各自喷出了一根漆黑幽亮的黑色 并准确无误的同时击中了绿色光柱的前端 接下来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看似纤细如丝的黑丝 在一击中粗大光柱的瞬间 两者竟然无声无息的一闪而灭 道士所画的魔物目睹此景 心中顿时意惊 这个时候 空中巨大的剑山 加败着数以千计的剑光 冲下方韩丽一牙而下 若是真的被此神通击中 就算说韩丽肉身强大 仿佛至宝 多半也要大感无法吃消的呀 但是韩丽呢 只是目中一缕精芒闪过 背后繁盛法相 就漠然之间将手中另箭兵稳 同时呢 往空中一抛而去 化为了六团金光 发出雷鸣般的巨匠 冲剑山狂屁而去 接着 魔像六只手掌一握拳 往高处是缓缓的虚空一击 剑山下的空间波动一起 无数的金色符纹呢 狂勇闪现之后 竟然一下子凝成了 母许大的一片金色的漩涡 韩丽一根手指冲漩涡的虚空一点 顿时 其滴溜溜一段之下 一股难以抵挡的庞然巨力 从中轰隆的狂游而出 刹那之间银色见光 无形巨力 瞬间撞击到了一起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 整个天空都为之震动 一团团黑色的魔气 更是凭空在附近西空浮现 并一阵疯狂的涌动 动弦魔光 中年道士目睹此景 面色大变 一下子失声叫出口来 附近的浓眉大汉 更是双目一瞪 隐约之间流露出了一丝 难以置信的恐惧之意 韩丽文言 嘴角微微一动 但是脸上丝毫的表情都没有 这个时候呢 无论韩丽 还是两名画形魔物 此刻都不再出手了 只是往仍然忽明声不断的高空望去 足足一盏茶的功夫过后 响声这才渐渐的消失 剧烈的震动也为之散去 高空中终于恢复了清明 韩丽呢 目光一凝 只见空中 无论金色漩涡 还是银色剑山虚影 全都荡然无存 刚才一击啊 竟然似乎平分秋色 韩丽心中略微有些诧异 他刚才呢 虽然说只是将动玄金光神通 发挥了两三场而已 但是一名合体中期的存在 也能轻易的抵挡住 这可真的让他感到有些意外了 韩丽心中也还在暗自转动不停的时候 对面的大汉和中年道士 互相看了一眼之后 瑞传言了两句 竟忽然之间 体表摩提一滚 分别收了半兽之身 恢复了原先的模样 中年道士呢 更是中韩丽抱拳 客气异常的说道 道友神通广大 竟然连动玄神光 这等大神通都已经掌握了 我看下面也无需再比试什么 我二人自认不如 不错 道友竟然能竟将这魔功修炼到如此境界 真的是很让人佩服呀 在下总算知道了什么叫做山外有山了 浓眉大汉也哈哈一笑 脸上还堆满了笑容 二位道友也是神通不凡啊 但是不知道现在可否告知我二人动手的缘由了呢 韩丽将樊胜法相一收 微微一笑 哼 这个虽然没有问题 不过嘛 在此之前 在下还是想先问一下道友 是否听说过寿尊殿啊 中联道是满口答应 但是最后却默然之间反问了一句 哦 国尊殿是本届赫赫有名的大势力 在下又怎么可能没有听说过呢 难道 二位就是出身 寿尊殿不成吗 韩丽已经神色微变 同时他心中各种念头一转之下 也就将有关寿尊殿的资料在脑中飞快的过了一遍 寿尊殿顾名思义 不但是魔界非常有名的超级势力之一 殿中更是聚集了众多以化形魔兽为主的魔族尊者 甚至此势力还有一名神秘至极的万寿圣祖 这位万寿圣祖啊 神秘至极 据说呢 从不和其他的圣祖接触 也很少在寿尊殿当中露面 但是十有八九啊 是一名大成奇的化形魔兽 故而在进入灵界之前 寿尊殿正是龙家老祖等人数次提醒的 不要招惹的魔界超市力之一 如今杭丽一听对面两个人竟然是来自此店 怎不让他心中一领啊 既然道友听说过本店 不知道可有兴趣加入本店当一位客卿长老啊 中年到时韩笑说出了让韩丽为之一愣的话来 道友想邀请在下 加入寿尊殿 杭丽深吸了一口气 神色略微有些怪异 不错 以道友的神通 只要加入本店肯定大受重用 地位还会在贫道之上 况且本店有万寿圣祖他老人家坐镇 只要在修炼上略微指点一下 那道友以后肯定受益无穷啊 中年到时大为拉拢的说道 二位拦住在下二人 不会就是为了拉拢我等加入柜店吧 在下对寿尊殿久仰大名 但可还没有加入其他势力的意思 韩丽稍不易密 想都没想的一口就给回绝了 哎呀 这可真是太可惜了 本店正在招揽一些志同道合的道友 准备图谋一件大事的 道友若是肯加入本店 绝对不会后悔的 中年到时眉头一皱 缓缓地再劝道 多谢道友美意 但是在下不想受什么约束 哈利自然说出的仍然是拒绝之言 好吧 这既然道友心已决 听到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了 至于说我二人为何会出现在此 其实嘛也很简单 不过是本店数十年前接到的一笔生意 有人呢付一大笔报酬 让我们对付道友几个人 不过因为阁下一干人进入幻孝沙漠 久久未曾出来 这才一直拖延至今 和道友不要误会 受尊殿虽然说接下了这笔生意 但也不是要和几位打打杀杀的 而只要按照报酬支付多少 出动相应级别的人手 对目标出手一次即可 一般面对像道友这般的同些存在 我等啊 顶多就像刚才那般切磋叫计一下 甚至于遇到有缘的道友 还可能发出邀请加入本尊殿的 中年道士终于把他们此行的缘由说了出来 原来如此 我也听说过贵殿对外承接一些委托的 但是不知道 是什么人竟将把主意打到了我等的身上 不知道友可否告知一下 杭律背后一个悦耳的声音传来 就是于少女呢 从下方一挑而上 并停在了杭律身后 咽咽一笑的问道 这个频道无能为力了呀 一来呢 本店本身就有不得透露雇主信息的尽力 二来 这次的委托也是匿名而来的 本店的确不知道是何人雇佣啊 中年道士摇了摇头 十分诚意的说道 好吧 在下还是多谢二位道友相告 想来在下的几位同伴 跪店也派了其他人去应对了吧 韩力微微一笑的问道 啊 只要道友那些同伴也是磨蹭 自然只是切磋一下 中年道士打了个哈欠含糊的回答道 在下明白了 就是这样的话 那的确没有什么关系了 跪店不愧为圣殿中威名远洋的势力 经常可以一次出动如此多的摩尊长老 一般的中小家族根本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韩力神色不变 却发出了一声赞叹 中年道士呵呵一笑 正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 腰间玄佩的一块玉佩 漠然之间爆发出了淡淡的白光 同时传出了滴滴的嗡鸣之声 道士见此情形呢 脸色微微一变 当即冲韩力一抱拳 就和那浓眉大汉说出了告辞之话 韩力和于少女口中客气两句 自然呢也不会挽留他们 一黄一银两道顿光 向一侧天空击舍而出 破空声过后 二者在天边尽头处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 你觉得他们刚才之言 是真是假呀 韩力望着顿光消失的方向 身形一动不动的问了一句 大概就真一假吧 看他们刚才动手的气势 的确不像一开始就对我们动杀心的模样 但是我等实力若是显露的稍微软弱一下 说不得他们就可能真的会痛下杀手了 寿孙殿名声在一般的魔族人心中可并不算多好听 鱼少女若有所思 大概是吧 不过我看他们最大的顾忌 还是摸不清我等的底细才是 毕竟加上龙道友还有那些灵族 我们一行人之中的魔尊就将近十人 这足以媲美魔戒的一些普通的势力了 他们这才会如此的小心的 但是如此一来呀 他们恐怕对我等的来历会更加的好奇几分的 既然这样干脆不如将他们留下来算了 甚至他们回去禀报过后 会成为我们下面行动的一个变数 小妹和韩兄联手之下还是能够做到此事的 鱼少女的美眸一转闪过了一丝冷艳之色 留下他们不是不可能 但是他们毕竟是化形魔兽 修为神通远胜一般的魔尊 我也只有五六成的把握啊 而且听他们的口气 寿尊殿这一次可是来了不止他们两个 龙兄那边也会有人加以试探的 既然如此 我二人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韩丽摇了摇头回答道 嗯 这倒也是 但是寿尊殿在魔界势力不小 若真花心思调查我等 恐怕没有办法隐瞒下去的 鱼少女叹了口气 眉头却皱了起来 唉 调查就调查吧 魔具之大还在灵界之上 多出一些寿尊殿无法知道的魔尊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他们顶多一时半会儿有些疑心 不会真的采取什么行动的 而等他们真的将相关的资料 全都检查一遍 那已经是多年后的事情了 如此长的时间 我们早就办完事返回灵界了 不过以后的行动还真的要小心一些 韩丽沉映了一会儿 把心中所想徐徐的都讲了出来 只能如此了 希望我们下面的计划能够顺利一些 别再出什么波折了 鱼少女文言点了点头 流露出了苦笑之色 也先此不必担心 只要道友消息没有出错 谋取青鸾珍雪的事情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不过我倒好奇啊 刚才那两魔所言的寿尊殿要图谋大事 这大事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看他们的口气并不太像是虚言呢 韩丽目光微闪的说道 难道和母族侵入灵界之事有什么关联吗 还是此战已经有了结果吗 鱼少女文言呢 先是一愣 再是马上想起了什么 花容为之一变 窝等才从幻笑沙漠中出来 可其他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了解 希望不是吧 不过我们在那小镇走得十分的匆忙 但其他人说不定已经得到了消息 希望在下个魔族城市 我们能同样得到相关的消息情报吧 韩丽的心中啊 很清楚 以人族灵族等几族的充分准备 即使真的在这数十年间不敌 也顶多处在下风 不可能真如此快的大败开来 而且自从进入魔界之后 韩丽也已经知道 这一次侵入人界的只是魔界小部分势力 更多的势力 似乎对此战呢 根本就漠不关心 否则的话 人族等几族就算准备的再充分 也根本没有办法和整个魔族抗衡的 倒是魔界的最高层呢 那些魔界的圣祖 大多派出了化身 降临到了临界之中 这倒是有几分奇怪 韩丽呢 心念飞快地转动几下 暗自有些纳闷 他招呼了余少女一生 再次飞回到了黑色非洲上 天歌之后 非洲一阵闷想 化为了一团黑光 是破空而去 日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367回